难怪金伦法王如此之强 你看他祖师是谁 差点挑翻了整个少林寺 金伦法王是蒙古国的国师 可谓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一位武学奇才 由于襄阳城九宫不下 金伦法王因大汉蒙哥的邀请 踏进了中原 还只高气昂地参加了 郭靖在大圣关举办的英雄会 金伦法王此举明显就没有将郭靖放在眼里 要知道英雄会的主旨就是团结一致 驱逐达陆 然而金伦法王却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场 还要和群雄争夺武林盟主之位 郭靖一见到金伦法王 就觉得此人武功极高 原来郭靖曾从黄药师那里听说过 西藏密宗一门奇异武学 练到了出神入化的时候 脑袋上的顶门跪跪撩下 而郭靖看到金伦法王的顶门深深凹陷 撩到此人的武功非同小可 金伦法王也有恃无恐 妄图仗着自己一身武功 在英雄会上为所无畏 而郭靖不是这一套 和金伦法王展开了一场对决 金庸学道 两位武学大师交掌之后 郭靖仍在半空 无从借力 顺着对方掌势搬了半个金斗 向后若下 博师却稳站原地 身不慌 脚不移 居然行若无事 讨大通 孙不二 点仓玉银等素之 郭靖无功 见后无不害意 心想这番僧的功夫 也是深不可测 其实郭靖两次和他交掌 都向后退让 自然而然地消解对方掌力 乃武学正道 博师给杨过一捣乱 脚的脸上无光 因要争回颜面 而再度使劫郭靖掌力 却大号内力真气 虽似占了上风 实则内力吃亏 郭靖的确顺着金伦法王的掌力 向后翻了半个金斗 而金伦法王争抢好胜 并生生地耗费真气 做到了凝利不动 可见 金伦法王如果也和郭靖一样 向后翻滚的话 同样能做到形若无事 但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 前面提到 郭靖的武功已是得天独厚 金伦法王凭什么一登场 就能和郭靖斗得不相伯仲 这样的问题看似无解 但若结合 天龙巴不来解读的话 就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我们知道郭靖的武功 之所以能有一个志的飞跃 和他屡次邂逅的奇遇有关 那么金伦法王呢 他有没有捡到什么神功秘籍 或是偶遇了哪位前辈高人 有意思的是 天龙时代这却有位顶流高手 符合金伦法王祖师的身份 此人正是土博国师纠摩制 纠摩制练成了火焰刀等神功 尤其是他的小无相功 更是能催动少林七十二绝技 要不是虚竹从中捣乱 九摩制仅凭一人之力 就差点挑发了这座千年古叉 然而九摩制过于追求 至高无上的武功修为 最终在天龙的末尾遭遇了戾气反噬 幸好在枯境里 被断玉吸走了毕生内力 继而返回吐波 九摩制的内力尽失 但他仍对各门神功的精力熬意 烂熟于胸 只要加以时日勤学苦练 东山在其指日可待 可就摩制苦练神功之下 难免重蹈覆辙 在遭遇体内力气的反噬 凑巧的是 金庸在介绍金轮法王 修炼龙像不若公的时候 就曾提到了一位高手 此人何究摩制的身份信息极度吻合 原文道 金刚宗中的高僧修士 遇在天年终了之前练到第七层 第八层 便非得造进不可 这一来 往往陷入了欲速不打的大围境 北宋年间 古波曾有一位高僧练到了第九层 继续勇猛精进 待练到第十层时 心魔骤起 无法自治 终于狂舞七日七夜 自觉经脉而死 揪魔智虽死 但他留下了一本神功秘籍 秘籍上记载着揪魔智的必成心血 数年之后 金轮法王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揪魔智的这本秘籍 继而成了揪魔智的传人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金轮法王为何一登场 就能和郭靖大打出手了 毕竟金轮法王的祖师 可是轰动天龙时代的一流高手 他拿化气为行的火焰刀 以及催动天下武学的小无相公 都是当时一绝 尽管传到金轮法王手里 会有一些缺失 但对付神雕时代的高手 却是绰绰有余